再來的話 如果像這道題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當然就是你要自己把公式寫出來 裡面可能至少會需要用到兩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是MID 第二個函數是IF OK 可是你說是這兩個我不太熟怎麼辦 沒關係啦 你其實可以藉由ChryP幫你產生 只是呢 你以後會問問題啊 如果你問問題 你不能隨便亂問 它會隨便回答你 OK 所以如果你要精確的話 像我的習慣是 我會跟他講說 開頭會跟他講什麼呢 請幫我寫 幫我撰寫一個什麼呢 請幫我撰寫Excel公式 直接就跟他講我要什麼 OK 第二個的話就是敘述一下 怎麼敘述呢 我的習慣就是說 你其實可以把這個畫面稍微縮小 移到旁邊這邊來 那看一下 有沒有 將什麼呢 B12 這個儲存格 將B12儲存格的 順便跟他講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啊 身份證號碼 裡面的資料也順便call過來 然後跟他講說 取得 取得第幾位的數字 有沒有 就是說呢 取得第二碼 有沒有 第二碼 第二個字的意思 不過有的時候我發現 這個中文的二 有時候好像會常常出錯 他認不得 所以你有時候改成這樣 第二碼 好像他比較不容易 這個我自己試的習慣 那目前好像看起來是OK的 就不改 取得第二碼 並判斷性別 若為 若依 則為男 反之 為女 OK好 比如說這個訊息 這一段 這個是我預先到 當然你不一定說 要打得跟我一模一樣 但是基本上架構就是這樣 請幫我撰寫什麼 然後呢 你就把你的需求 敘述給他知道 好 這個敘述 Ctrl C 一下 OK 我拖懶一下 直接就把問題丟給TRAGP之後 然後呢 直接把問題傳送給他 OK 看一下他有沒有 這麼厲害 OK 你會發現喔 他馬上呢 在非常短的時間內 馬上就把答案告訴你 而且還跟你敘述一下 你可以取得 第二 他會跟你 把問題再幫你敘述一下重點 然後把這個公式給你之後的話 底下還會解釋 為什麼他這樣 他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就用MID 有沒有 取得第二 再用IF判斷 如果為1的話就難 反之為女 看一下答案對不對 反正你把它複製起來對不對 剩下來你至少 你會問之後 另外就是複製起來之後 然後把它貼 貼哪裡呢 記得就貼在這個儲存格 我的習慣是貼在上方的資料編輯列 按右鍵貼上 然後接下來就打個勾就好了 向下填滿 答案對不對 完全正確 有沒有 一點都不會出錯 OK 所以啦 你說那這樣好 所以我們基本上 其實真的是可以不需要 特別學很複雜的公式 但是我說真的 這個如果 自己會寫公式的人 自己寫一下就好了 OK 但是如果你覺得還太難 沒關係 你可以藉由那個 ChargeP輔助一下 也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步驟吧 所以我在Step1 我就先怎麼樣 先開那個ChargeP 那ChargeP我剛剛講過 你先登錄一下 登錄的話 我建議你是用Google帳號登錄 比較簡單 二的話就是把那個問題敘述給他 你直接在這邊打訊息給他 我就把這一串 這一串其實你可以在雲端上 可以看得到參考 OK 那他得到的結果就OK了 那當然啦 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不要靠ChargePT 我想要試試看的話 也OK啊 你就可以自己來嘛 那當然如果你假設不靠ChargePT 怎麼做 delete著掉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假設不靠他 一樣兩階段 第一階段的話 先取得第二碼 第二階段呢 再用IF來判斷 所以我們先做第一個Step 取得第二碼 所以如果不用ChargePT 我們來做一遍 第一個先用MID 插入函數 找到什麼呢 找到那個文字的函數 的MID開頭 那MID這個函數非常非常的重要 OK 為什麼 因為他將來一定會遇到 我要取這個資料 跟他講 身份證字號 第幾個字 StarNumber就是第幾個字 第二個字 第三個問題 要幾個字 要一個字 所以他三個問題分別是 身份證字號在哪裡 從哪個字開始 取幾個字 得到結果嘛 有沒有 所有分別給他 身份證字號在B12 從第二個字 從第二個字開始 我要一個字 那你會發現 其實當然我是建議 將來你慢慢習慣 看一下右邊 為什麼 右邊其實已經告訴你非常正確的訊息了 這個是身份證字號 這個是第二個字 取一個字 得到結果是這樣子 但是請各位一定要特別小心一個地方 就是呢 前後的雙引號 有沒有發現 下面的結果一定有前後雙引號 那如果有前後雙引號的話 它就是一個文字 而不是一個數字 那你說老師看起來不一樣嗎 你看起來一樣 但是Excel看起來完全不一樣 它會把它當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容易出現錯誤的地方 因為之前同學常常都這個地方做錯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第一個step就ok了 有沒有 向下填滿 有沒有 11221 沒錯 但是老師結果不對耶 我要的結果是 如果是1 那就是男嘛 反之 那就是女 所以如果 如果是1 那就是男 所以這個的話 假設 我們要把它變成 一個一幅邏輯的公式的話 那我接下來應該怎麼做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step 第二個step 我是建議各位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先把這個公式剪下 但是不包含等號 有沒有 先點一下C12 然後再點上面資料編輯列 選取公式不包含等號 然後把它剪下來 你說老師剪下要幹嘛 剪下來就對了 剪下來之後 你再按下前面的插入函數 把剛剛用過的一幅 有沒有 邏輯裡面的一幅 找到有沒有 然後再把公式貼到邏輯裡面 為什麼要貼上 因為貼上的資料 等號就是他取得的1或2 那你在這個地方 再讓他判斷 如果取得的是1的話 那就等號 等於 如果是1的話 那就輸入1 那如果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那我就把它輸入為男 反之就是女 OK 男生 一樣啦 我懶得加他會不要幫我加 會 有時候這個函數 他是可以不用加錢或賺 但是有些不會自己加 這個函數 他還比較友善一點 但是有些不會喔 所以你要記得 如果他沒加 你就要自己加 好 那這個公式 理論上我們就打完了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公式的意思吧 如果這個條件 如果他是1的話 那我就給他結果是男生 反之就是女生 但是我們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向下填滿之後 得到的結果呢 是為什麼全部都女生 明明有的是1啊 有的是2啊 那為什麼全部他都把它當成不是1 當然喔 這個有個錯誤啦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出來 如果你要修正錯誤 你可以直接上面點一下 當然我的習慣是點1 否則再按下插入函數 它又跳出來了 然後你可以再修 或者是你直接在這邊修正也可以 那應該看得出來哪邊有錯吧 有沒有剛好特別特別強調喔 因為喔 如果這個1有沒有 在Excel裡面喔 我們得到的應該是什麼 文字1對不對 文字1前後有雙1號 可是呢 後面這邊的1有沒有 它是沒有前後雙1號 那這個是文字1 這個是數字1 他們是不相等的 好特別注意 這個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卻是一個 哇我看好像真的蠻常 有人遇到這樣的 他就卡住了 不知道為什麼 你說是我明明看到就是1 就沒錯啊 為什麼他就是不對 喔原來喔 那怎麼改 應該猜得出來吧 很簡單 請你在這個1 後面的1有沒有 前後請你再加什麼 雙1號不就有 OK了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吧 不過你會發現喔 那個Charge P真的蠻厲害 Charge P給的答案就是正確的 所以其實啦 如果你現在一直卡住也沒關係 你就直接什麼 用Charge P產生 OK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就正確了 另外喔 順便跟各位提一下喔 如果喔 假如說你一直卡住 然後你一直不知道原因的話 我先教各位一個方法 如果你沒加 你其實有個方法 你可以把這個問題複製一下 貼到那個Charge P裡面 請他幫我找出錯誤 請問我這個公司裡面有哪 請問喔 或者是請幫我找出公司的錯誤之類 我看一下他有沒有這麼厲害 我想應該他滿 我是用過 感覺他應該是滿厲害的 好這樣子喔 你就把公司貼過來對不對 按執行看看 你看他會不會很 哇太厲害了 有沒有出現錯誤原因是 密的函數結果文字1 有沒有 然後呢 而不是數字的1 在以上當中文字和數字是不相等 所以需要將E 用雙引號包住 正確結果都出來了 OK 哇 簡直是 感覺好像是 Charge P是什麼 複製我腦袋的東西嗎 還是他有偷聽我們上課嗎 不然怎麼好像 講得幾乎一模一樣 OK 那這樣的話他也幫你找出錯誤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不會對不對 他找出錯誤的公式 你把它複製之後 再貼過來看看 我如果不用剛剛改的 我直接把它公式貼給Charge P 請他幫我修正看看 打個勾看看 上下填滿 也OK 所以目前看起來 AI至少能夠幫忙兩個地方 這樣就已經很厲害了 因為以前說真的 以前的人不會有AI的這個東西 說真的太痛苦了 第一個啦 連公式打不出來 痛苦 第二個 做出來了 但是執行發生錯誤 痛苦 那怎麼辦 以前人真的很可憐 沒辦法 要不就找人家來問 找誰可以問 OK 找不到人可以問 所以我覺得 你們學AI應該接受的蠻高的 所以你的父母親如果還是他 你可以跟他講一下 以後靠這個東西 那簡直 工作的輕鬆很多了 OK 所以什麼人需要學AI 我覺得反而是現在在職場上的人 更需要學 不會真的就很難過了 所以會的好像工作變簡單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底下的話還有其他的 然後 這個Twin的話 我是覺得 這個可以可做可不做 這個Twin 也許你們可以試試看 就是 這個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 要不就是你留 這前面兩個就好了 這三個不要了 Sony一直到遠傳店 就可以把它刪掉了 有中文有英文 那這個Twin的話 就是由中華民國文 I love you 那其實主要就是說 請你幫我去除掉多餘空白 那這個中文 如果你用去除空白的話 當然這邊有提議用Twin 可是Twin的話 他得到的結果 就是會 試一下就知道 這個 插入函數有沒有 我們用文字類 那你可以用Twin Twin的話 是這個 這個 然後把文字給他 按個確定 那你像一下填滿 你會發現 好像那個 有一個錯誤 什麼錯誤 中華民國中間都加一個空白 那I love you 也是加空白 好像 這個下面英文好像OK 可是中文好像就不太OK 為什麼 因為中文字跟字中間 沒有在留空白的 所以Twin這個函數 針對英文是OK的 可是如果針對中文就不OK了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有個問題 我如果希望他能夠自動判斷 中文或英文 然後中文就給中文的方式清除空白 英文就可以 英文的方式 那你說 老師那除了Twin之外 有沒有什麼可以清除空白的函數 你們可以試試看 也許 或者你如果沒有答案 可以問一下Charge P看看 反正我希望的結果是 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就中間不要空白 那英文的話 就是英文空白 那這個要怎麼做 想想看好了 我們先 請各位試著把這幾道題 也許試著通 把它做做看 那當然不見了一定要 需要有個標準的 你可以試試看ChargePT做做看